謝謝院長 是不是麻煩有請林院長 請林院長 黃委員好 林院長您好 在您第一次施政報告的時候 我在質詢的事項 曾經秀過以下這幾張圖卡 給院長看過 包括每年國債 不斷的攀升 我們這邊看的只有國債 如果再加上地方政府的負債 還有潛藏性的國債 我相信院長可以同意 我們的國人現在負擔非常非常的重 那這都是我們下一代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我想第一件事情 我想先肯定院長 您有做到您做的承諾 也就是說 今年您的負債 不會超過過去的比例 那以實際的絕對數來看 今年歲入歲出 加上債務償還 大概差別了2263億元 那比去年是有進步 進步了3億元 雖然進步的幅度很小 我在這邊還是要給院長肯定 那我相信關心台灣過去這10年 整體國家財務支出狀況的人都可以同意 也就是我們目前的整個法定預算 已經呈現了僵化的現象 也就是說 在稅入沒有大幅調整的情況下 因為法定的支出佔了70%以上 所以新的政府它大概只有30%的部分 可以拿來做它整個實證計畫的推動 那再加上有很多建設可能是延續性的 所以事實上可以挪用的空間非常非常小 任何了解這個結構的人 我相信都可以同意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 我們如果沒有進行大幅度 根本性的財政改革的話 不管是哪一個政黨執政 不管是哪一個人當行政院長 他會面臨到的困難都相當相當的多 那這也正是這個樣子 所以在今年施政總質詢的時候 我請教您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 就對於大的財政改革 乃至於到小的租稅改革 您是不是有什麼具有前瞻性 有魄力的做法 那當然提到這一件事情的時候 因為我看了在行政院 今年送出來的優先法案裡面 當然就稅改的部分 你們大概提了就有關於 在境外 PEM的制度也好 那CFC的制度也好 都有做一些相對的微調 這個的確是有進步 但是我還是要再跟院長報告的事情是說 你們今年大概施政的推動 包括預算都已經編完了 大概很難做什麼根本性的結構 但是我一直期待台灣 能夠有一個有遠見的領導人 一個有遠見的領導人 他能夠針對台灣整體的財政 還有整個稅改 進行根本性的改革 否則這樣子 年復一年 年復一年 下去 台灣的年輕人真的會看不到未來 當然有很多具體的法案 包括一陣稅的科語 現在目前財政部似乎還沒有定調 我的了解是還在研議當中 當然時代力量黨團已經把我們的法案 送到立法院來審議 那我也很期待 院長您明年 在進行整個施政計畫的時候 能夠把大幅度整體結構性 財政的改革跟稅改 放在您的藍圖當中 就是這件事情做的 絕對不是只有政治人物短期 民調比較高或者是比較低 這個是可以流方萬事 真正照顧台灣下一代重要的改革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就大圖像的部分 我只跟院長分享我的看法 那也期許院長能夠有更高的改革的決心 進一步去推動改革 那接下來的問題 就會非常的具體 在您今天的報告當中 你們說是尊傑原則 那希望都能夠把錢放在刀口上 今年台電又編了8.5億的核四封存預算 請問院長知不知道 我知道他們有繼續編 實際金額是 不是8500億元 抱歉我沒有特別注意 但我知道比去年少 而且是有機會在 月亮您知不知道 我們今年臨時會的時候 已經通過了決議 不僅是刪除今年的5億 而且要求他們明年 不可以再編封存預算 我們這個部分應該不是 叫做封存 基本上說我們會把它處理掉 叫做維護管理費 那現在是迴避立法院的決議 只要換了一個名詞就好了嗎 不是的 它的內容其實和整個政策方向 也是有所不同的 就是說我們過去 我們現在其實 我們希望能夠就合適 現在有部分做一個處理 但是這個處理 現在的處理要花8億5千萬 8億5千萬來做維護管理嗎 就是如果說這些設備 如果還有 將來有出售 或者是退還給別人的話 那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要維持它的可用性 所以是在這個原因的情況下 你說要維持它的可用性 請問這不是封存 這是什麼 不是 意思也就是說我要把它處分掉 但是不能把它這個設備壞掉 壞掉之後也許它處分就沒有價值了 所以現在編的8.5億 目標是未來要把它賣掉 而不是要繼續使用 對 不會把它 不會使用 我想這個預算 朝野各個黨團 在今年臨時會的時候 大家是很清楚的通過決議 今年不能再編 如果8億5千萬 台電的名義 是所謂的維護管理 不是封存的話 那我希望 台電把具體的細目 交代清楚 要我們審預算 你沒有辦法說 編了8億5千億這麼高的金額 然後告訴大家說 這個只是要維護管理所用 我相信沒有人可以接受 特別是如果要換了一個名義 來迴避立法院的決議 如果行政部門可以這樣子做的話 那我相信在我們的憲政秩序下面 行政立法彼此之間的監督制衡關係 破壞到蕩然無存 我那時候看到這筆預算的時候 我非常的驚訝 我以為是院長被蒙蔽了 是台電他們換了另外一個名義去編 我們是 他這個詳細金額當然是可以接受 這個在立法院審議的時候 來嚴格來檢討 不過我們的政策方向就是跟台電講 就是說我們不會幫他封存繼續使用 而是讓他保留他的這個價值 是為了將來能夠做一個比較好的處分 沒關係我們接下來在審議的時候 院長可不可以承諾 您會責成經濟部跟台電 把所謂的維護管理8.5億到底換到哪裡去 把戲目列出來 好的好的 我們會讓台電去 可以嗎 可以嗎 沒問題 第二個 具體的問題 是今年 軍公教 年終慰問金 那我相信 院長之前 長期在民進黨的智庫待過 知道民進黨對於這個議題 長期以來 基本的政策立場就是 反對沒有法源依據的年終慰問金 院長 請教您今年打算繼續發軍公教 退休軍公教的年終慰問金 法源依據是什麼 這個部分 連終慰問金 我知道 在立法院 院長不好意思 因為我時間不多 現在我只先請教您 今年發年終慰問金的法源依據是什麼 我剛剛講的意思也就是說 其實立法院有個協商的結論 意思也是要叫他繼續 只是說金額大小好像有個考量 立法院協商的結論 這應該是兩年以前的事情 那個時候定為兩萬元 那個時候是因為中國國民黨 在立法院裡面是多數 民主進步黨是少數 那因此做了這樣子的妥協 把它調到兩萬元的時候 我相信社會大眾可以接受 但是有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發放年終慰問金的法源依據是什麼 這個部分我們是請人總局 那個司總局長來說明好嗎 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想是立法院做一個決議 那要求行政院定了一個發放辦法 那行政院也根據那個發放辦法 送給立法院這個審議過 來我念一段給你聽喔 原來是兩萬委員 後來 來先等一下 年終慰問金是過去黨國不分的思維下 為了照顧特殊族群的做法 今天民進黨黨團沒有要在這邊污名化公務人員 我們只是希望國家的資源分配 尤其是在國家財政如此困難的時候 大家能夠有共同的思維 國家重大支出一定要以國家財政為基礎 有關人民權利義務的事項一定要以法律定資 有關年終慰問金的發放一定要有法源的依據 我現在在念的這段文字不是我自己編出來的 是當初在討論的時候 民主進步黨黨團的看法 我現在具體的問啊 針對年終慰問金的這一件事情 沒有法律的依據 沒有法律明確授權的行政命令的依據 過去民進黨不斷的在批評 用一個發放的辦法 就來迴避司法性的問題 這樣子的政策立場 是不是到林權院長 新的政府已經改變了 如果是 勇敢的說是 如果不是的話 請告訴我 你的法律 或者是法律明確授權的行政命令的依據在哪裡 根據委員報告 我想委員指教了這個 我想是未來我們應該要走了一個方向 目前只是 為什麼要等未來 我們根據 為什麼要等未來 新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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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 法律保留原則 對於過去 這幾年終慰問金 所採取的政策立場 全部都丟到垃圾桶了嗎 我想跟委員報告 並不是這樣子 我們還是維持 原來有一個發 發放辦法 先根據發放辦法 做今年的一個處理 好 沒有調整 我現在 先不跟你講法原的事情 所有過去的政策立場跟發言 立法院的公報 立立在目 全台灣社會每一個公民 都可以自己去檢驗 我第二個請教的問題 你如果是依照過去的發放辦法 請問你發放的基準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 兩萬五千元對不對 對 是兩萬五千元 你知不知道過去兩萬五千元的這個基準 民主進步黨是怎麼批判的 上一個行政院長 從兩萬元 自己偷偷調整成兩萬五千元 就在同樣這個地方 你知不知道民主進步黨那時候的提案是什麼 要求 要求 如果要妥協 按照之前的結論是兩萬元 結果你們今年繼續的原用 舊的政府被批判的政策 用兩萬五千元當作基準 來我請教 你知不知道目前台灣 低收入戶跟中低收入戶的基準是多少 每個月收入多少錢 跟委員報告大概快兩萬塊左右 我跟您報告 低收入戶的基準 台灣省 之前舊的啦 講各個縣市 一萬一千四百 中低收入戶一萬七千 台北市高一點 一萬五千 中低收入戶到兩萬一 低收入戶是一萬五千 請問你這兩萬五的基準是怎麼定出來的 跟委員報告我想我們主要是參考這個台北市的一個基準 台北市的基準也是兩萬一啊 沒有錯 就是說我們有考慮到 過去是兩萬五 然後過去還裡面那個發展辦法裡面還有一些 除了考慮這個中低收入戶還以外 還有考慮一些其他一些 現在有兩個層次的問題 合法性的問題我剛剛已經問過了啦 第二個我現在在講正當性的問題 你如果可以用這樣子的基準來測試的話 來我們來看看 你對於中低收入戶直接相關的預算 我大概把預算書全部都加完了 跟去年比起來 幅度減少了將近百分之五 你們覺得新的政府所標舉 就業創新 這我百分之百支持 時代力量也全力支持林捲院長 在這個方向的推動 你們還提到了三大施政的理念 有一個東西叫做分配 真的有照顧到分配正義嗎 這個黃委員這樣子 就是我想我們這個政策 我們會 因為很多需要去檢討的東西很多 所以我們這個先是演一下救治 到立法院的時候我們再來協商 那麼我們會 因為還有一些包含像這個 沒有 院長我跟您分享我一個看法 今年一月的時候 這麼多的人民用選票 支持了小英總統 就是希望推動改革 當大家在談改革的時候 過去 這麼長的時間 所堅持的理想跟價值 希望在新政府展現到新的作為 如果今天行政部門推出來的 是跟過去舊政府一樣 沒有法源依據沒有關係 兩萬五千元我照編 那我要請教的事情是說 所展現出來的價值 新的價值是什麼 你要怎麼樣面對過去執政黨 在在野的時候 他們所提出來的政策立場 這不是說行政院 先按照以前這樣子的編 那立法院要三 再交由立法院來處理 這個是新的政府 新的執政團隊 你們要呈現什麼樣子的面貌 展現什麼樣子的價值給人民啊 謝謝黃遠指教 我想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會在我們這個 今年預算之後 我們明年之後 我們再來檢討 那麼但是呢 我必須要強調就是說 因為改革的項目非常的多 我們也不是完全都沒有去改變 只是說是像我講 三級問金我們也在檢討 我們還有一些其他人也在檢討 那這個部分呢 是不是所有的改革 也不可能一次到位嘛 好 謝謝 謝謝黃委員 謝謝林院長 下一位 我們請盧委員秀苑 執行巡討時間為15分鐘 主席 我請院長 您院長